6月6號晚 我就在籌備大家各個地方去學習 我通知這個 通知那個 他們又問我 你來多些人行不行啊 關於我的看法已經超過要來的人了 我在這兒看了 看到晚上12點多鐘 那時候 聖明就跟我說話了 他說的話 我看中你來學習業務司的課程 多過你去訓練的那些老師 我聽到這句話之後 我就想想 停止你走 然後 聖明就變成我提到一張圖 這張圖畫就說 你裝備後之後 我會準備這一篇教會 我看到這篇教會很多的 等下呢 圖片就不見了 後來我就靜不在那裡 訓告 訓告 哎呀 神啊 這件事是不是出於你啊 後來 聖明又把那幅畫給我看到 我就覺得這件事是出於聖明的提醒 我就信服這個神的待靈 因此呢 我就將我的信息發出去 我現在有特別的事 這次學習就取消了 你們準備要來的話 就不用了 他們就問 為什麼會取消呢 我們什麼都轉到口 去了嘛 我說有特別情況 我沒辦法跟你們解釋 這些暫時甜蜜 這些是六後晚刻的事 到七後晚刻了 我又覺得 有些 好像有些什麼疑問 我就來問這個神 我頭的問神 我神啊 耶穆斯這個負城高見論 多重要啊 我是這樣問 問了之後呢 神就變好看到一幅畫 那幅畫呢 就全部都是黃金的 然後你就看到耶穆斯 睡在那個黃金的地方 然後就有一個聲音出來 就是 耶穆斯的說過呢 就是這些後市黃金的樣子了 我提到 哇 真的啊 又這麼重要啊 這些是六月七後的馬克 兜了六月八後的馬克呢 我打算是十三後到十四後 我要來學習嘛 我就要教做的東西 全部做完 如果不做完呢 我就對不起那些來學習的老師 因為他們不會來到我這裏學 他們就要去網上聽嘛 我就立刻 綠頭給他們 我十三後 和十四後呢 才會安靜的來學習 然後呢 到八後晚刻了 我看到 兩點多鐘 很累了 第二天 七點多鐘 我就要起床 八點多鐘 我就要講課 我投靠我是上帝人 我真的力量不夠 或者呢 可能我都不知道說什麼了 等到我講課的時間呢 就是聖靈就將教師平時教我的那些課程 什麼聖經啊 講哪裡啊 那些聲音很清楚的講出來 我就專注講 然後我們九號 早上就和聖女 聖靈充滿了 哇 他們的起床 講見證啊 總之 聖靈很充滿的 就是我是很疲倦的情況下 聖靈就將嚴復師講過的那些聲音啊 講什麼經文啊 怎樣怎樣啊 整個早上就的聖女 聖靈充滿了 大家就是很開心 這個情況 所以 聖靈帶領我的東西呢 不是好像夢想那樣 就是摸不著的時候 它可以給我親自感受得到的 所以我就很安心的就等到 13、14號等聖靈充滿過來 就抽時間來學習 這個課程真是很重要 很多教會等著要的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教會呢 禮拜日的下午 所有的東西放下 就是來這裡學習 打開聖靈的錄音 和各個視頻就在這裡學習了 學習大家就在這裡分享 就是 都很喜樂的 感謝主 永遠歸比主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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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